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雍正的也好 乾隆的也好 法郎才 那个精致细腻的这种宫廷用词 所谓的官瑶中的官瑶 迅然不同 这是一个豪放大气 而霸气 而带有粗犷的这么一件 圆青花 各位一听到圆青花 马上就想到鬼骨子下山 那个大罐 那个又是搞了好几个亿 其实我们要是一谈价钱很多事情就不好论 我们把价钱先摆一边 我们先就事论事来给各位欣赏一下 看一下这么一件大气 也可以称得上重气 拿下来是有点分量的 而且实际上它在我们中国的圆明清瓷器里面 还是占有一定的分量 尤其清花瓷 它是属于清花瓷 早期的这种 原早期的这种清花瓷 早中期的这种 也算是一方之代表 但那个圆青花它不是只有一个样式 你看人家圆青花办展览 研习会 它们也把它内分为很多种 一个是从层次上分 高级 低级 中级 我觉得这样分不高明 你应该从它的类别上分 它们是已经往这方面在走 类别 从类别上分 因为凡是你谈到了钱 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大家就硬往上靠 或者是怎么讲 会就产生贵族跟平民的关系 人与人也就这样子 人生而平等 是不是 现在欧美国家之所以进步 他们就是因为走上这种平等开放的社会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传统的中国 传统的中国 现在开始富裕繁荣之后 然后慢慢开始要什么 要把人文的精神加进来 要把人文的精神加进来 人文的精神首要当然就是一个人本的精神 所以我们欣赏这么一件东西 第一个从赏心悦目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反复来这么转呢 给各位看 这是一个 对 你们猜中了 这是八仙 各位晓得 青花 有些是原青花现在炒得最热的 原青花上面画的什么 人物故事图 不是弄了好几个亿之后 引起大家的震撼 知道四处去搜刮 对不起 我这是二十多年前 跟几年前他们搞的 那个大家一窝蜂的 那个没有关系 再回事 我这是 在我手边就已经二十多年了 本来还灰 还有一些灰垢的 我这份晚上还特别用那个 湿纸巾 把它稍微擦拭了一下 我觉得古董为了维持它这个原貌 也不能过度的去清理 可是也不能 对不对 不卫生 我就只用了两张T恤 就是两张的湿纸巾 我擦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感觉 除了 当时我买它 我就认为它是真 而且是好 真金心 对不对 但我这叉的时候 我又增加了一个感觉 这确实是真 确实是真 因为我们长久玩古董 我玩玉器时间更长了 几十年了 超过四十年 然后玉器也是有这个 就是 尤其是出土的 或者是教长出来的 你用湿的毛巾一擦 有人说要去淋浇水 我说不一定要浇水了 浇水是一个方法 你用湿纸巾湿毛巾一擦 那感觉第一口闻的最像 然后开玩笑的时候 暗中初供 你第一次闻的那种感觉 就带有土腥味 像我们喜欢的人称为土香味 不喜欢的人就称为什么 土腥味 那种土腥味 标准准的 这是一件什么 教长出土的 像他们那个江西高安 不是出土的 是大陆现在原青花在博物馆里面的主力等级的 它就是属于教长出土的 这原青花教长出土的应该还是陆续会发泄一些 只是 那个是 报给公家机关 有公家机关在主导 把他那个 这个 这个挖掘出来 有的 绝大多数都是什么 私人 他就什么 他就自己 自己处理了 他有的拿着自己收藏 当然有的残损的 残损的就不易辨识 完整器就很容易辨识的 那个看起来挺漂亮 他自己留着 或者什么 他拿着古董市场 廉价的卖一卖 等第二手的人比他懂一点了 哎呦 那他就当宝贝了 或者他不想说他在卖 他懂一点 他价钱又一路一路拉高 等到 接最后一手的价钱 那就最高了 对不对 希望我这不是最后一手 所以有这种 所以原青花 从教长出土的 像中国大陆那么的大 而且说原青花 说全世界现在只有什么三四百戒 我真的不相信这个话 这个大元帝国 蒙古帝国 横跨这个欧亚的 这个蒙古大帝国 他怎么可能 他只做个几百戒 怎么可能 有时候不要太小看了 我们的这个圆青花里面最有名的 这个小鬼故事象山 这是属于什么 人物故事图 因为在元代的时候 元朝的时候就鼓励戏曲发展 所以元戏 元代的戏曲很有名 戏曲里面难免就会有这些人物故事啦 诸如此类的 还有为什么元青花会这么有名 元朝的这个公义 元朝在统治中国来讲 才就算一百年好了 一百年的时间 他怎么会呢 他就是重视中原文化 所以义族统治 不管是元或者是清朝的经 它没有共同的一个特性 就是什么 尊重中华文化 所以我们自己汉人 更要尊重自己的文化 他们重视匠人 他们到哪里打仗 攻城掠地掠夺之后 烧杀掳掠难免 可是他们唯一最尊重 最保护的是匠人 以至于元朝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多的公义 元朝那时候 七七也很有名 为什么他们技术人才 这么受到重视 就是这样 他们有福利保护 先是什么 不杀 最早是不杀 留你一条命 然后给你法律保护 给你制度保护 然后经济上给你照顾 所以他们可以蓬勃的发展 所以元青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出现 当然元青花 因为蒙古帝国 它是横跨欧雅的一个大帝国 它整个 甚至于它的势力都到欧洲 所以欧洲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都很敬畏 所以它制作的东西 这个瓷器 有一种民族大融合的 所以它有它的一个特色 文化特色 当然中国元素一定少不了 中国元素呢 还有中亚那边的元素呢 甚至欧洲这边的元素呢 还就是中东波斯这边 所以现在元青花 人家说要看 第一个要跑哪里 跑土耳其 跑中亚 再来的话就是跑伊朗 跑原来的波斯 他们的那个皇宫里 或者博物馆里面 有收藏了一些大器 所谓的重器 当然它的 你细旧它的那个里面的 它还是有分类的 它不是完全都是一种样式 就没有这个道理 因为在那个时代 不是像现在什么托拉斯 什么当中 那时候它是属于一种 多元发展 百花齐放 它是属于百花齐放 所以它有不同的形态 各位注意到 我们今天的人物 也是属于人物故事 但人家鬼故事下山 只画一个人 当然其他的还有寿 还有其他的一些景物 我们同样的景物 我们这个景物 光介绍人 我们就八个人 八仙人 唯一的一个女性 何仙姑你看 而且她那个用彩 用的多漂亮 你先从 我教各位欣赏这么一件东西 先从她的气形 那种大气 那种蒙古人的 那种草原民族的豪漫 而且她们帝国又大 所以她这个东西 要看她的大东西 要看她的大东西 所以元清花 为什么大气是重气 因为有大气 它才能够显得 它的豪漫 为什么元旦的壁画 为什么大多会博物馆 在收 英国大一博物馆 当初是在盗卖出去了 在拼街的 但人家西洋人 看她给你保护的这么好 这也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算是功德一件 你看她那个 例如画的 那个精细的地方精细 豪放的地方豪放 就是一个大 所以我们欣赏 这样的一个重气 假如说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而且你看我们元清花 这个八仙的画法 它基本上 跟那时候元太太 那个时候壁画 我不敢说如出一辙了 因为它是不同的属性 那边是纯宗教 这是道教人物 神仙又是人变成的神仙 所以这个很亲民 所以它特别画的 就跟一般的人物 人物之中又带一点 飘飘欲仙的那种感觉 所以各位欣赏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你看 尤其它这个清花 表现的无疑的时候 所谓的莫分五彩 我教各位看 莫分五彩 你从这个和仙姑身上的衣服 它这个身上衣服 是标准的元带的 元清花表现 女士服装 女士的衣物 的一种表现方法 它用淡墨 但它那个淡墨 跟那个清代的 康熙 那时候的康熙清花 那个分水法 又有点不变 它是用 那个分水法是 在调色牌上调好 这个是直接 它用它的比 浓淡清重之间的变化 这需要很高明的 画画技术 我之前在跟朋友一起 合作画廊的时候 有一个杨老师 他就是画画的 像我们淡水地区的 像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名家 他甚至跟罗马教廷那边 教房都接见过他 我们那时候大家在一起合作 几乎天天看他在画 但他也来听我 易经的课 我们互相真的是文化交流 他那时候你看他一笔带出来的 那种味道 浓淡之间 他把那个浓墨从清水里面洗一下 再画上去 那马上那个分色就出来 我们另外还可以看到到笔墨功夫 除了这种 除了这种所谓的水墨的这种 浓淡的唾笔之外 还可以看一个什么东西 还可以看他画竹子 他的竹叶就一笔到位 那是标准的那个国画大家 你看画的那个多飘逸 不管是竹或者燃 画竹画来那个叶子 你不能下笔一秒 都要一笔到位 那整个的那种表现上 还可以看 我们这个钟汉里 钟汉里手上的芭蕉杖不是很有名吗 他这个所谓的芭蕾过海 所以芭蕉杖一下变成一个什么 大芭蕉叶 像个独木舟一样 他这个芭蕉杖 也代表现了所谓芭蕾的法器 所谓的暗芭蕾就指了这个法器 那个师妹也是用弹幕 他的农战轻重 等于说那个画师已经如故纯青了 而且很豪放 他一笔就到位了 没给你现在给你屠如模模的 这次是已经高明了 而且看看 蓝彩蕾 蓝彩蕾拿的这个篮子 是不是也是用弹幕表现 用弹幕表现 至于这个 寒香子 寒香子 它身上就是所谓的用浓木 你就可以看得到什么 就看得到 苏玛黎青 这是苏玛黎青跟国产量混用 所以它浓淡轻重的这个变化特别好 它浓的地方会有铁锈斑 而且我教各位看 原青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看它铁锈斑的凝聚 还要看它的铁锈斑的这种汇聚 都可以做个参考 这叫做铁锈斑的凝聚斑 可能各位没办法进镜头 你进镜头我们肉眼就看得很清楚 那个所谓的苏玛黎金里面铁的成分 或者金属的成分 它还有那种被吸出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铁锈斑 它会随着你笔墨之间 再加上时间久了 它那个淡墨会显得反而下沉 淡墨下沉 它那个浓墨就是它那个所谓的凝聚斑 结斑的地方 结了铁锈斑的地方 反而会有点上升 浮生的感觉 这样子感觉就对 像那个水珠串 各位看到没 像那个水珠串 因为像我们拿那个钢笔 以前用钢笔似的 不小心会滴出来 滴出来一些那个小碎细碎的珠子 等它在纸上干了之后 那种感觉 浓淡之间 浓淡之间它有这种自然的这种变化 你就算它是缺陷也好 但是它形成了一种缺陷 让我们可以作为一种 从远近化色彩上做成的鉴定 那当然就以这一件瓷器而言 但是化工 就是说粗泡又豪满 而且这两边有所谓狮子头 狮子的铺手 所以那铺手 各位晓得已经是装在大门上 大门 大户人员 大门 你从它的铺手来 这个材质结构 大小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家的份量如何 所以那些铺手 应该是什么 狮子型的铺手 狮子型铺手 你看它完全是用什么 用等于是浓 就是全浓的这种 就是苏玛丽芯 就是纯的苏玛丽芯料 涂得这么厚重 就等于是季兰 是属于季兰幼的一种表现 全部都是浓笔重途形成 所以它有这种对比的感觉 很饱满 手摸下很舒服 很润着 很饱满 为什么讲到这个狮子 因为我把盖子拿掉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盖子 盖子 我到时候我在跟各位做说 其实这样看反而好看 为什么这个狮子 我还介绍这个气形呢 它的这个脖子 就叫做一个它的颈部 这个大盖 这个大江青盖的颈部的地方 画的是什么 各位 看它这么抽象 有的人认为 是不是卷草纹啊 没画好 其实那是不对 那是懂 但是没有全懂 真正 因为我上手过 我自己也有收藏 远金花那种 小的玉壶专品上 画得很奇特的 就是狮文 画狮子 它是抽象画 它狮子 一个是什么 写真的画法 一个是什么 大写意 所以这大写意 就是抽象 再讲那个一点 所以这个 现在的是抽象画派 最有名的 毕卡索 毕卡索 不过才百来年的功夫 这个圆金花700年 700年前 人家就有这种 所谓的 抽象派的这种印象画 这是一圈诗文 各位 抽象的狮子文 因为我有收藏过 那个小的圆金花 画的诗文 完全就用线条 线条表达 抽象式的做表达 就是这种飘逸的感觉 这是诗文 为什么 这边两边 都是狮子的副手 这中间呢 它就变成一群狮子 是它的地盘 它保护的 因为狮子在中国地位 是相当的高 从汉朝 引进中国之后 它一直在 不管是民间也好 或者佛教界 宗教界 它一直具有 很崇高的地位 认为它能够辟邪 认为它能够去 讨胎吉利 然后 扫出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有一句话叫 狮子滚袖球 好戏在后头 就好事在后头 狮子滚袖球 好事在后头 好事在后头 真的在后头 它这一圈都是抽象 抽象画牌 我们看 其实我们看 也喜欢收藏 我也收藏青铜器 青铜器有一种就是 那个凤文的 凤手建筑于两边 它的凤身呢 凤身就是跑到另外一边 就比如说两边是凤手 它的凤身就形成另外一个图案 你不注意看或者不懂能看不出来 这就是抽象画牌 这就是什么 毕卡索的画 毕卡索画的女人 你看把大鞋八块 看到没有 就是这种理念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青铜器上 就可以看到它那个烂伤 从原庆化这一点看得更明显 你说原朝的公益 为什么这么发达 因为整个政府鼓励 政府鼓励 而且那时候西方人也是 能够 西方不是一般人 西方的王室贵族 能够拥有一件中国的那个青花 那个原青花 那都不得了 所以你看它现在的那个 在中亚这边呢 都是在皇宫里 它那种气都是在皇宫里 它不是在民间的路边 它民间的生化那个瓦牙器 那是两个概念 所以我们欣赏这样 而且它的气形来看 从我们的气形 整体的气形 细部的 你看它的口向中间收 这就是我们 我们鉴定原青花每一瓶的 我们也是这样看 带有梯形的这种角度 带有梯形 微微带一点梯形 这就是原青花表现的一些 细微的特征 所以从气形上我们就看 一目了然 大家的铺舌 大家的诗文 标准的原来的画画 而且后期没有人那么画 就是到了原 所以它时代特征很明显 然后再看它肩部一圈 肩部一圈是画的什么 蚕之莲纹 蚕之莲 而且莲花画的 这个水墨效果非常重 而且很随性的画 可是画的就让你觉得 蛮有艺术效果 但它更 不像公理那么整齐 但整体感觉就 很帅心 很漂亮 而且我们看它的那个蚕之 这个蚕之莲的叶子 你看 每一个都长长的尖尖 像葫芦状 这也是标准 尖尖原青花的 文式的其中 这也可以说明 它是原青花的物理 再说下面就是 两个双圈之后 再下面是主体画边 最下面是八大马 所谓的养莲纹 所以中间的主体画边 出了画这个八个 八位神仙 这个神仙都最亲民的 在中国都是最受欢迎的 而且八个人物 画人物 一个还好画 两个之间 叫有个互动 就能画了 三个 你看我们原青花里面 它一般人物故事 像那个鬼骨子下山 就一个人 比如说那个萧和 什么月下追韩信 他们就这么两个人 那个我印象里 就是那个 卫石公救 救主 卫石公救那个唐太宗 卫石公救主 也就三个人 对不对 你看 像那个画到八个人 他要直接 而且他要有互动 我跟各位讲 他怎么样互动 你看 他们这边之间的互动 他们之间的 这叫做两两互动 这边呢 韩香子在 吹着笛子 跟我一样 每天吹一首歌 跟那个蓝彩和之间 你看到没有 两个都是在什么 各使法器 在那奏的乐 那这边 两个是在那边 谈事情 两个互相表情 都很生动 再看 再看这个 中汉礼 中汉礼 手上拿着仙桃 天拐礼 他们这三位 拿着这个 手上都拿着仙桃 好像在贺寿 他们是在贺寿 他们是在贺寿 然后 另外这边的呢 这个 这个 所谓 曹国舅 曹国舅在干嘛 曹国舅 在 在 自己在 使着他的法器 在那边 怎么 好像在 在暖身似的 所以他 都有他的意 意涵在里面 那他那个 尸首 他这边 填补下面 贺寒 他又有什么 他用一棵树 你应该 那一棵树 留白的一棵树 树感也是用那个 种彩 然后 树的旁边 后面就三十 三十旁边 爆出几个脆竹 那个意境非常 而且这边是垂柳 这边是垂松 垂柳垂松 这边是卷云 这边是垂柳 然后那个 老 松的那个老的枝干 为什么我介绍这一圈的文字 这一圈文字 就是到后来的 明早中期 发展成的那种 所谓的那个 铁链 铁链云 铁链云 铁链云就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人物的上端 又在肩部的下面 它在交汇处 它填补这样的一个空白 这是一个 有文化传承的意涵 所以我特别在这里介绍 好 那我最后再讲 刚才讲好的 现在讲不好的 二十年前 我收的时候啊 那时候它是 一组一套进来的 可是经过我的手 我在研究 看 哦 不对 那盖子是后配的 盖子 那也是老的 这是原早中期的 最晚 我判断 不晚于原中期 比那个所谓的 那个 比那个自证型的 自证十一年的 那个 自证十一年的 那个云龙文的大品那一对 比那个时代要早一点 因为我收原金化 我当初不是因为原金化 贵有 有投资潜能 我才去收它 我纯就是兴趣 而且是随缘 我没刻意的去找 不像现在 因为它红了 它价钱高 大家去追逐它 这时候反而容易追到 假的 我那时候是 自然的情况之下 二十多年前 我收了几件 还有包括那个 那个又里红的 那个我下次 那就是自证型的 那是标准 那我那个又里红的 不输那个 自证型的 那个云龙文的 不输大卫的基金的 基金会 大卫的基金会 我看过无数次 我的那是属于又里红 当然是他们 都属于那个时代的重期 那我为什么不喜欢 这个盖子呢 我讲的不喜欢 不是说要把它丢掉 都不喜欢 相对于这件而言 你看 第一个 我教给各位看 幼光都不一样 这是元朝的 那个标准的 什么暖清幼 而且那个带一点乳筑 没有这么透 没有这么清透 所以它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 有那种比较 触碰而含蓄一点 就是没有 清朝是属于量清幼 你看它的幼光就不一样 这个就比较分量 相对关系的 当然它也是老东西 它也有几百年 而且为什么 这个我不喜欢 还有一个原因 它就完全是照它的样子来 可是它也露出败语 你看它画蝉枝 蝉枝的叶子 蝉枝的叶子 这边是伸出去的 而糊涡状 标准的元朝的 它这边就是呈现出来的那个 明朝的这种 叶子比较短 而不特别去夸张形成的那个服务状 而它旁边也是 所谓的明初 明初喜欢用的这个叫做锦纹 它四周围这一圈也是锦纹 然后再讲它重要的 它的内里一圈有上了一圈伯佑 上了伯佑 它的伯佑 那这里面是没有上佑 这就是它出入的地方 但它也有刻意在临摹的很像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拳器 它都有那种刷丝痕 它可能那时候的工艺 它为了跟台友直接结合的更密集 会做水泥工的就知道 对不对 你在平的东西上摸水泥 水泥附和不住的 一定要把它做一个打底 就类似这样的打底 它打底又不能乱打 对不对 它做一些 因为圆国路上面在转的 它要做刷丝 它用棕榈的东西 或者用竹片 其实我们在玩宋词 宋词鲁冠歌军定 定遥就能够见到刷丝痕 但我们这边的刷丝可能是刷的比较 更粗犷豪放一点 因为它的盖子上 你注意看它口眼的内力 也有这种刷丝味 它完全是照着去仿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它要是花了这么大的心思去仿这样的一个盖子 可见的 曾经拥有过它的人 也是一个懂行的人 换句话说 它有这个能力去制造这样的一个盖子 在历史上 因为这是明朝的盖子 都是元朝的弃生 可见的 曾经收藏的这位 非富即贵 非富即贵 但它来的功力啊 还赶不上我 所以能够被我看得出来 要是功力不够的 这就是一套 我能够把它分析出来 我也是一方面 为什么大师说此情的 就是我要把实际的状况 而且是它对公益上 有什么影响 或者如何去鉴定一件原情花 我讲真正的原情花 不是现在那个 那个景德正平民平民平民 平民银河市场 而新烧出来的反骨池 我是就 真气之中 它这种 我们台北故宫你看的 有很多 什么天之灌的 很多就是明朝的 明朝的瓷器 灌尧瓷器 那个乾隆为好 雍正好 把它盖子坏掉了 老公已经溢湿掉了 它给它加配的盖子 那也算官邀器 不影响到它的神价 同样的神价很好 而且更具有什么 历史的痕迹 这也是我今天 特别把这件重器推出来 给各位做一个什么 跟明清瓷器之外 原青花做一个开始 以后陆续玩 或者再做介绍 谢谢各位 Bureau 相当尝